Hello 欢迎来到七十年该 我是Dandy 今天聊聊七十年该了解 电影台北追气令 全片取景台湾 但台位不足 明显水土不服吗 这部由台湾跟法国合制的电影呢 在九月底上映了 那是首部 全片都在台湾取景的国际商业大片 故事在讲出一个 美国刑警为了通弃国际的毒销飞在台湾 但在办案的过程之中呢 意外地跟一名女子邂逅了 那这个事隔十几年之后 他又就地重游又回到台湾 跟他的旧情人还有私生子呢 三人为了躲避这个毒销的追查呢 就等于是浪击台湾的各个角落 故事的结构大概就如此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由国际民导卢贝松 他继Lucy之后呢 适隔九年再回到台湾拍摄 他担任共同的编辑还有监制 不是他导演的 那导演是来自于台裔美籍的导演 叫做黄家智 他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 他希望以高难度的街头飞车 大场面搬到台北 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台湾面貌 那这部电影呢 刚开始在宣传期的时候 他电影的名字 其实叫做周末在台北 英文的翻译也是如此 但他的中文翻译就是 台湾就喜欢什么追气令什么之类 所以就改成台北追气令 在片中呢 你可以看到熟悉的台湾街头 城市交通 细节到连一些道具啊 饼干啊 食物啊 都是满满的台湾味 而且他也大量的采用台湾的演员 像是有些YouTuber Podcaster 都有在里面串场 那比较著名的演艺人员呢 可能像李佩旭啊 颇宗华啊 路易静啊 大飞啊 比利姐啊 林雨昕啊 吴月琴啊 还有Janet 我只能说有些人真的就是一秒散过去 我觉得他们就非常的有心 为了参与这个电影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 花了很长时间拍摄 结果在电影中真的可能只出现三秒 而且还揉焦 还雾化 你根本分不太出来 尤其是Janet Janet在那个背景里面 她已经打猛 我想说 你至少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脸吧 结果也没有 就默默就飞到 但你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 就是Janet的声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秒数 这么的少 像林雨昕 我在片中是有认出啦 但是太过于快速就闪过去 我真的 无法判断说 我看的是不是正确的 还回来查资料 double check 才能够确认说 哦对 我看的那个是林雨昕 没错 就觉得说 这是什么图像记忆 是不是 怎么会这么快 就这样闪过去了 那里面当然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 像李沛雪啊 妥宗华 路易静 这几个角色是不管是戏分或台词都相对而言比起其他人来说多非常的多也蛮关键的角色 那就讲回主角的部分 这一次的主角男主角是陆克伊凡斯 然后女主角是贵人美 另外一个男主角呢是江城浩 江城浩想说是谁 他最著名的角色就是网民关头里面的那个韩哥 讲韩哥比起讲他本名大家会更清楚他是谁 那就先来说一下我觉得陆克伊凡斯演这部片就是合情合理 然后也不过不实 就是没有太大的惊喜 也没有什么意外 反而是江城浩这个选角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设定 因为他本身是含义的 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以含义的角色出现 但你就觉得说OK 那在台北为什么会选这个角色呢 因为可能就是为了贯穿他就英文对话这个设定 所以选一个韩籍美国人 像比较合理一点 不会说来台湾拍摄都要讲英文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跟他的个性也是蛮贴合的 加上里面是演一个独小老大 所以也是蛮合情合理 但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不合理的设定就是贵伦美 因为这个角色我听说传言是舒奇本来是想演这个角色 那你一听到舒奇跟我看完整部电影 我就觉得说哇如果是舒奇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会非常的贴合这个女主角 但贵伦美你要说他演这部片他的演技不好吗 就会觉得哪边怪 那个哪边怪就是本身贵伦美在荧幕上面的形象 一直以来都是走文艺气质 或是他的戏路即便有一些大胆突破 但也不是这种就是耍狠啊 然后感觉从小在社会底层打滚的这种设定 就是你想象贵伦美演这个角色 你就觉得哪边就是觉得他有一点假烂 但如果今天是舒奇演这个女主角 因为这个女主角本身的设定就是有点加酒味 就是所谓的他是很底层这样拼搏上来 他以前就是在他们那个小镇就是个异类的存在 然后也一路的这样子就是当车手啊 然后在男人之间周旋啊 他也是一路的这样拼起来的 你就觉得这样的设定舒奇演来会比较贴合这个形象 过了没演你就觉得说 OK我可以理解他的演技很强 那他可以吃了掉可以消耗了掉这个角色 但你就会觉得那个外在形象有一点落差 而整部片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 就是那我也会有点小精软小抽筋的地方 就是最前面那个地帆内早餐的造型设定 跟那个致敬的画面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在台北的街头有人会穿成那样 即便他是贵妇的设定 为什么他穿的像那个地帆内早餐 然后去买名车 就会觉得这两个的连结 我gap到 然后跟台北有什么关联 或是跟这部片有什么实际的关联 我真的没有办法抓到 但你如果是名眼人 看过地帆内早餐 你再看到他的造型 再看到他的那个刻意为之的 整个编剧手法 你就觉得哦 就是胃有点抽筋 然后在后面 他到乡村去回顾说 贵仁美以前是一个怎样的女生 在故事里面呢 他的铺层是说 他以前就是很会搞这些机械 很会拉那个线路啊 就是很会做黑手 就对着女黑手的设定 那合理 但是他在他们那个乡村 搭出的那台车子 就是超级不合理 就一个土生土脏的台湾人 在台湾活30几年 我真的没有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看过有一个人可以搭出那样的车子 而且我出现在台湾的街头 就一切非常的不合理 但他的设定就是这么的不合理 所以看的时候你就想说 怎么会是这样的车 如果你今天是那种 好了蓝色 然后那种卡车货车 你要说他很会组装 然后自己加了很多有的没的 以那个蓝色货车去做改装的话 你就觉得相对合理很多 但他就是那台车搞出完 就是说那个车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那感觉是在某个美国的那种西部 他自己一个硬汉 他在自己的车库里面搭出来的车子 就觉得非常的不合理 好那这两个点 让我觉得我真的过不去我内心的那一关 再来就是 他即便在台湾有很多的 什么西门町啊 中山堂啊 北溢中心啊 大巨蛋有取景 的确你就会觉得说 他很想记录台湾的福吗 所以大量的101的特写啊 桃珠影园啊 或是在那个台北车站那边 街头里面就是不断的飙车 你会觉得说 OK你是台湾人 你是台北人 你看的时候就有那种 天哪这就是我平常自己会走过的路 或是你看的电影院 就是在这间看 然后你就觉得说 很亲切 你会有那种感动的感觉 的确如此 但其实你要就走回这个故事的剧本里面说 你就觉得哪边有点脱离 就是我标题所写的 他虽然打着在台湾取景 但是你就是台湾人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你就觉得哪里很像水土不服 哪里就是那个台位不够 虽然他用的演员 他用的场地都在台湾 故事线 你要硬讲 就是很像也是夹杂很多的中文啊 但你就是看了手 你觉得说 这不是台湾会出现的故事 你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而这怪怪的 就是归咎于几点 一不可否认就是语言 他的主要的语言都是英文 95%都是英文对话 即便这些主角群 他本身像过轮本是台湾人的设定 或他那个小孩子却不会讲中文 过轮本是台湾人的设定 但他跟其他台湾人在对话的时候 大部分也是讲英文 或是像过轮本里面那个婆婆 路易静所饰演那个角色 他也是英文非常的溜 你就觉得说 台湾的英文有这么好吗 为什么在台湾不讲中文 要讲英文 但是他有时候在生气 情绪很激昂的时候 又突然会切回中文 但他那些中文的台词 又会让你觉得 有够尴尬 那反而是英文的台词 你还会觉得说 他那个对话 我觉得必须给过轮本一个掌声 就是他的英文口音 跟在里面的那个对话的 那个节奏是好的 但他切回中文 你反而会觉得好怪哦 那个台词很明显 就不是日常会出现的话 而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 在看的时候就有那种脱离感 即便他的场地 即便你看这个演员 是台湾演员 你在观影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哪边不对劲 那再来就是其他角色 像韩哥跟陆克伊凡斯 这几个角色在里面 就是你会觉得 跟桂伦美那个火花 好像有点烧不起来 所谓的烧不起来 是我觉得韩哥跟桂伦美 这两个人的火花 还尚可硬要说 还说得过去 但是陆克伊凡斯 跟桂伦美两个人的 那个假发 就是 why why 那个假发 就是可以不要用假发 你可以用头发的长度 或是用不同的 什么发型 去做改变 不用戴假发 因为那个长假发 真的很让人出戏 那这几个点 就是我觉得 让我看的时候 觉得哦 就是未抽筋的地方 当然这部片 还是有一些可看之处 主向是李沛旭 我就觉得 哎 蛮惊艳 他在里面真的超级壮 那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提到说 当初 他在接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导演跟他在对谈的时候 就说 对他蛮印象深刻 因为他体态非常的壮 个性跟他外表 就是反差蛮大的 那因为他饰演这个 保镖的角色 必须在身上有刺青 但因为这个拍摄 长达一年嘛 中间可能还要剪接 然后到现在曝光 他去年拍的 所以李沛旭 中间可能 就是在 荧幕上面不可以曝光 所以他也不能够 参加健身比赛 然后李沛旭也答应 但我觉得他在这部片里面 虽然台词不多 但他的外形 跟那个角色 贴合度是很高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哇 台湾要找到一个 这么壮的演员 演一个 这么样飘悍的角色 以前你的 认知里面的李沛旭 还是可能是 那么犀利人气 或者更早之前 他是男模特 你会很难去 跟这个所谓的 保镖的形象 挂钩在一起 但你必须说 他在这部片里面是 演得蛮好的 就是以这个角色的设定来说 那再来就是 开场的那个餐厅 武打戏 一镜到底 那边也是非常好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打架的那个全戏 他的设定 跟那个全全倒露的感觉 是有那个以前 你看好莱坞电影 那些动作场面 该有的他都没有少 但前面那一段 我就觉得蛮精彩 后面的那些飞车场面 就提到像桂轮美 他在这里面 就是以一个车手的姿态 他得要一直在台北市飙车 那剧中的另外一个男主角 韩哥 他最知名就是玩命关头 他也是一个飙车宰 反而是在这部片 飙车是贵人美 你就觉得蛮有趣的 但贵人美跟飙车 这两个字挂在一起 你也会觉得有点不大 如果今天是梳洗飙车 你就觉得 很像合理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点过不去 过了美这一关 但我不是说他演得不好 他演得OK 但就是他的外在形象 会给人家太过于文静 太乖了 跟这个这么爱耍狠的角色 像有一点点 就是贴不起来 那在最后面呢 就关于说 这部片因为在台湾拍摄 所以去年的时候 陆克宜凡斯跟韩哥呢 在台湾就是long stay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踩点啊 或是在路上遇到他们几个人 在夜市啊 或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跟他们合照 那像他在采访的时候 就有聊到说 韩哥说他每天晚上收工 都跟剧中的儿子 去来来豆浆吃东西 他们很喜欢来来豆浆 因为他们住在内湖的饭店 距离来来豆浆走路就可以到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去报道 他觉得那边的阿姨的服务态度 就让他觉得很温暖 就很有台北的人情味 那我觉得这部片 毕竟他在台湾拍 那像路克伊凡斯 那时候在台湾long stay的时候 他到处拍照 什么象山啊 什么国库纪念馆啊 他都去踩点 然后在他的IG都有发出照片 然后有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等于是另一类 帮台北宣传 帮台湾宣传 是个好事 所以在这个点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只是说整个剧本 因为导演是台裔的美国人 他其实并没有在台湾 徒生徒长 所以他对台湾的认识 并不是像我们一般 在这边工作 或是生活的人一样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部分的 想象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他可能是跟他身边的父母 跟朋友在讨论 所聊到的台湾是怎么样 或从影视作品去 知道台湾是怎么样 所以他想象 跟他写出来的剧本 可能就不是这么贴合 台湾本地的 实际的人物生活的情况 当然那也不能够怪他 因为这等于是以一个 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 也是蛮有趣 只是说 那你一个台湾的人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会有很高的期待 想说 我希望就是看到他们 会不会演出那种 我们隔壁邻居家的那种 很drama的戏吗 或是真的在台湾 社会安静里面 看到的事情 但这部片就会 跟你想象有点不一样的 故事走向就对了 好啦 那就这部电影的 小小新的感想 最后面要分享 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 哈利波特电影里面的 一个角色 就是麦教授 她日前在医院里面 就是意外的病逝 那这位资深的英国女星 叫做马基史密斯 在27号 在伦敦的医院 安详的辞世 享受89岁 她其实非常高龄 而且她其实得过 奥斯卡 爱美奖等 就是是非常资深 而且实力派的女演员 那她广为 就是全球影迷熟知的角色 当然就是 哈利波特的这个麦教授 还有另外一部 经典美剧 叫做唐顿庄园里面的老夫人 这两个角色 应该算是年轻的影迷 对她比较熟悉的模样 那这个女演员呢 日前因为就是病逝之后呢 这几天在各个什么游乐园里面 只要有哈利波特的园区 大家都很像有约好 就是会拿哈利波特里面这种魔杖 就是园区里面都犯出了魔杖 你可以买 比如你要买哈利的 你要买妙利的 你要买隆恩的 就是都可以选择 大家都讲好 就带着魔杖去 然后在乐园的时候呢 就高举魔杖来挨到这位麦教授 那这个画面也被很多的网友拍下来 然后分享到社群上面去 大家就很感动 就是一起在做件事情来挨到这个 大家心目中的麦教授 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小小的新闻分享 好了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对今的主题 你有各种一心看法 或疑难杂争的话 你的IG或是Threats跟我做互动了 这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оз一遇到这篇东西